《诸葛亮》 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知识也无疑不惊 这样的一个人 简直可以被世人称为神一般的存在 当然 人们对于诸葛亮最为佩服的事情 是他一次次利用自己的谋略反转局势 甚至将众人掌控在手心之中的能力 虽然诸葛亮最终没有成功为自己续命 也没有成功帮助刘备一统江山 然而他却算到了蜀国气数已尽之势 并且在临死之前留下了一个计谋 使得司马家三代都无法将其破解 刘备三顾茅庐 感动了诸葛亮 获得了自己崛起的重要资本 诸葛亮是个很懂得感恩之人 他感恋刘备的知欲之恩 并且用自己的行为 证明了刘备的选择是正确的 诸葛亮一生为刘备丹经节律 先是帮助刘备取得 壁族之地建立自己的国家 后来又为了刘备的儿子多次亲自出征 即使流产再怎么扶不起来 他也绝无二心 也没有任何蛮缘 然而 有些东西冥冥之中自有定数 就像诸葛亮的寿命一样 即使他才高八斗 能够找到为自己续命的方法 但是总有不确定的因素 会破坏他原本的规划 因此 诸葛亮知道 蜀国的气数已尽 他用之才越来越少 未来定然无力抵抗他国的攻击 并且没有转环的余地 为此诸葛亮虽然忧心不已 但是他也知道自己也无法改变历史 因此为了自己死后能够获得安宁 他做出了一个安排 诸葛亮先是命人将自己装进一个不放任何陪葬品的大棺材中 并且找了四个壮汉 用新绳子抬着棺材从成都出发 并且一直往南走 还要求壮汉们在绳子断了 的时候将他就抵埋葬 虽然 如今的我们可以根据一些物理知识 来计算绳子受力的情况 从而判断他 断了的时间 但是这是基于知道绳子的长度和直径 以及棺材和重量的基础上 当这些都不知道的时候 谁也无法判断 诸葛亮真正埋葬的地方 但是 其实事情并不是这样发展的 这四个壮汉是一些有小心思之人 他们见诸葛亮一死 无人知道自己是否偷懒 便随便找了各地方将诸葛亮埋葬了 开开心心回到成都复命 没想到的是 他们最终因为太早回来 而被流产发现偷懒的行为 因此被杀 就这样 后世之人 谁也不知道诸葛亮的真正目的所在 直到司马延称帝之时 司马家三代都没有找到 这也让人不得不佩服诸葛亮的深谋软略 随随便便一个计策 居然让司马懿三代困扰了许多年也没能破解 参考人县 尽筹 后汉书不表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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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